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认为中共的目的是什么 对 我开始也觉得很好奇 很奇怪 所以我一问了一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中国的朋友 美国的朋友 各地 我就问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首先中共它的表面的目的是双减 就是减少学生的负担 减少老师的军校 学校的老师的负担 让孩子不要上学了那么很累 下学了以后还要跑这个根本刚补习班 就是说不要太累 负担太重 减负 但这个不是真正的理由 因为中共从来不会一个 自从真正的为了人民的福祉 福利 去做出它政策 它不是这么一个善良的善累 它不是一个有人性的政府 它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有的人说是不是制止灰色收入呢 你比方说有些教师说 它因为可以在客户补习班可以赚很多钱 在学校里面不好好教 然后到外面去教 这个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但这个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大部分老师可能还是会尽职尽职的学校把他教好 就是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会跑到那个校外 课外去做这种建设的工作 那到底为什么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呢 实际上是支持中共政府呢 害怕两点 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补习班 有补习各种各样的学科科目的 但最多的实际上是补习这个 一个是外语 英语 外语 一个是补习那些怎么样 考高校 考美国的大学留学 留学补习 英语补习 留学补习是最重要的两点 那如果是留学补习的话 实际上是鼓励更多的人到海外去留学 到那个海外去带着这个交学费 也把学费不上中国的大学 然后到海外去上学费 这个实际上会导致中国那个外汇的流失 这个是对中共来说它是不愿意看到的 从经济上才不愿意看到 还有这些学生出到海外以后 学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思想 开放的理念 这些人在回到中国以后 对中共体制肯定不满 所以中共实际上是非常反对这一点 会害怕这一点 我们也知道实际上 中共现在已经把任何有海外留学关系的人 有从海外回来的人 基本上都当做特务来看待 就是它不相信从海外回来的人 所以它不希望这些人回来 然后不希望这些人留学 也不希望这些补习班去培养或者加速这些人去留学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获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是这个 我们说中共是严密的控制了在这个学校课堂的教学 包括这个用什么样的教科书 教什么样的内容 讲政治教育 还有老师那些或者学报老师 你看所有这些东西 他就要把这个学生的思想牢牢地进骨起来 控制他们想 这是在中国的学校它可以这样 它可以让学生监督老师 但是你在课外补习班的话呢 它就没办法这样系统地去洗脑灌输 而这些老师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良知 作为教师 我也是教师的 我们教师都希望给学生 教给学生真正的好的善良的美的东西 我们会去追求自由 追求使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就是说这个老师呢 这个往往是教英文也好 或者教留学的也好 对海外这些东西 西方的外部世界的东西也有所了解 所以他们会在这个补习班上会讲量大量的 他在学校里不敢讲也不能讲的内容 因为你学英语的话 教英语呢 不会是单纯就是英语 他一定把这种生活方式 社会社会这个状况 状态 人与人的关系都会讲出去 换句话说呢 如果更多的学生 在从这个学校到校外 又去参加这些补习班的话呢 等于说他们把在学校里 说中共洗脑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就被清洗了一遍 在课外补习 校外补习以后 等于把它给清洗了一遍 让中共的那个洗脑教育呢 白费了 我觉得这个 就是欢迎欢迎欢迎 这些教师呢 实际上在跟中共在争人 在这个抢夺人的思想 在那个反洗脑 在灌输这个 是西方的自由 民主自由的理念 甚至呢可能在反共 我觉得这才是正宗 中共那个要惩罚这个的原因 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中共不希望这个外汇流出去 除了政治原因 还有经济原因 那我看最近有文章 进行了总结 比如说中国现在大城市有四个怪的现象 其中就提到 就说什么尸体药电越来越多 第二个怪象 就是空电铺 空商铺越来越多 那第三个 就是说是就业是越来越严峻 第四个就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 就是说对这种总结 这种现象 您怎么看 我们从后面往前讲 这个四个怪的现象 不婚族越来越多的话 我想就是根据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年轻人躺平的 躺平的话呢 就是因为躺平 他连那个房子也不想买 不买房子的话 他也不能结婚 也不结婚 也不想生孩子 那就是说 因为他生孩子 他也养不起 因为他们自己的都 自己都养不好 所以他不愿意 把这孩子带到这么一个悲惨的世界 那就是整个全社会 尤其是年轻人整体的躺平 所以这个导致了中国这个扫子化现象 在迅速的加快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社会 整个社会环境 经济环境 就业环境恶化有关的 那说到第三个怪项 就是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像这个中共公布的是年轻人 20%事业 这个数字显然是低估的 就是你如果看到那些躺平的人 你就知道 北大的一个教授不是说 有什么年轻人事业有50%吗 接近50%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越来越非常非常严峻 这些50%的失业的年轻人 有些现在可能是无奈的在躺平 不婚躺平 但是如果这些万一哪一天 它这个就是像一个星星之火 可以聊人的时候 那么很可能就会参加进入 这个反对中共暴政的一些抗议大局 所以这个在任何国家 这么高的青年失业率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第二个怪项 这个空铺商铺越来越多 这个很自然 因为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在崩溃之中 在经济在巨幅的下滑 自然空的店铺商铺越来越多 现在这种商店的商城的商场到处都是这样 所以中共即使它怎么在掩盖 在编造数字 老百姓是不相信的 他们也看到周围的经济这个意思 第一个怪项 实体药店越来越多 这个说老实话我没有答案 当然我们还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实体药店如果是越来越多的话呢 咱们就从商业的经济角度讲的话呢 它一定是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 要是说竞争太多 没有利润的话呢 肯定它药店不会开下去 那如果是开下去了 开得越来越多的话呢 那这些药店老板 他这个药机师好像要求也不是太高 有一些训练就可以开了 那就是说 就是说技术的门槛不是很高的话 那他就会开店 开药店 开药店越多的话呢 肯定是需求多 需求多的话就是中国人要吃药多 吃药多就是中国人生病多 所以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像很可能在 可能在预造的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 就是中国人呢 这个是不是在走向一个东亚病夫那个状态 或者是这个 就是因为你只有病人多了 对吧 你才会越来越去买药嘛 对不对 因为病人有时候有些那个病呢 他可能就他不想去在网上订药 然后呢再等 他可能就是马上就需要 最后呢 街边呢 邻居的附近的小小药店 实体店呢就是非常好 这个我只是一个推测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说 因为整个社会如果出在这种高压的状况下 在这经济低迷的时候 人们心情都很沮丧的时候呢 更多个人的心理疾病 可能肉体疾病呢 可能越来越多 这可能反映了这个 在这种经济滑坡 政治高压的这个下 你看更新一个加上瘟疫 疫情的这个打击 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呢 可能更可能在越来越恶化 另外我看还有大陆媒体报道说 中共现在实行国家机关人员 精简5%的目标 就是要精简 但是现乡并不涉及 这个精简是 它是很预计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个 中国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 已经非常严重了 几乎这个所有的省 所有的大的城市呢 他们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原来在城市 城乡它那个 在城市了 是各种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城市 它是大搞这个土地财政 土地开发 土地经济 因为这个土地开发呢 这个房地产经济呢 导致那个政府收入增加 所以它的公务员的队伍也在增加 这是主要在城市 那现在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 经济下滑 那这个 excuse me 地方政府那个财政收入不足的时候呢 它要不就减薪 我们前面前段时间已经看到一些减薪 要不呢它就要裁员 也就是在各种一线到四线 三四线城市都在广泛财源 乡镇呢 乡镇 县乡镇那个可能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能是因为就是说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受到这个土地财政 或房地产崩盘的影响 因为本来呢 他们那个农村那个就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房地产那个泡沫的问题 所以可能会受冲击的比较小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据中共媒体报道 中国各地密集的推进特殊再融资债券 今年据说要发放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 其实有两个省份超过了1000亿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对 这个就是中共另外一个 来这个填补地方财政的 地方财政和亏空的一个方法 就会用这个发放债券 发放债券 但是我想这个老百姓可能这个购买债券的意愿可能也不那么高 但中共可能会用那种摊派啊 强行摊派啊 要求啊 就是说要求公务员的积极购买 可能用各种各样方式来这个来做 最后目的实际上还是要就是说 来用这个发行的债券呢 筹集到资金呢 为那个地方政府的运作来提供那个资金 在这个方式呢 显然也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不能持久 就是说这个借钱 等于是借钱来消费 借钱来那个运行政府 这个实际上显然是不能够长久下去 另外你跟时报有条报道说 中国限期了消费降级超 大家都不怎么消费啊 您认为这个会恶化下去吗 是的 这会这个给这个经济带来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这个消费降级的话呢 这个我们看来比方说 高档那个高档的这些餐馆的消费 就开始已经下降 中国人有一点点消费呢 就是说小一点的消费呢 吃水平的 或者是那个低档的 就是便宜的那些餐饮呢 这些现在很热 中国人喜欢吃嘛 对吧 他再这么穷再这么不行的话 就是先把吃吃好 吃点吃好一点 现在可以做得到 但是高档的消费品呢 现在看来就奢侈品呢 现在看来在下滑 因为确实就是说 因为这个房地产泡沫 后面带来这个财富缩减的效应呢 让人感觉到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 人们就要存钱 中国我们注意到 最近中国这个储蓄率在上升 就是说这个人 人们呢 是赚了一点工资 拿着钱以后呢 他更不敢花了 对这个前途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呢 就把钱要存起来 但是他也不太愿意去买房子 也不敢买房子 所以就存起来了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 台湾的未来